第二次我們講一些輕鬆一點 美國的一位著名記者Bob Woodward 他是爆過這個水門事件的 他在美國總統選舉前夕 有本新書專門講拜登的 原來拜登講粗口比博士厲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比較過 有機會你約拜登跟我鬥講粗口 我應該不會輸給他的 我介紹他講粗口 他講這個普京是Fucking Putin 講這個以色列是son of a bitch 這個仆街來的,Bad guy,Bad fucking guy 哇,個個都講完,他連自己的朋友都罵了 那個博士看不出 這個拜登原來粗口真的很厲害 那那些人見識少而已 而且領導人物特別這些政棍 一定是要講粗口的 因為他鎮不了場的 嗯 只不過他在不同的場合才會說 嗯 難道你在一個電視台公開已經說你講粗口嗎 嗯 阿布殊試過的 阿布殊試過的 阿布殊試過 不懂麥克風的時候說了的 是啊,他不是特地嘛 不是學我們這麼粗的嘛 有香港我才用KOL,講粗口我算是最粗多的了 嗯 台長 沒有哪幾個台學我這麼粗多粗口聽的了 嗯 是吧 我們習慣了日常生活化嘛 那你喜歡不喜歡聽我講粗口就去教堂聽了 是 我經常跟他教堂聽道理的 是吧 又不用錢,又有奶茶喝,是吧 有餅乾吃,你就去咯 是 是 那麼 英文的粗口呢 就跟我們廣東話的粗口比呢 信息很多 詞會少很多的,用詞少很多的,精警啊 因為廣東話的粗口是很精警的 以及很應酷的 嗯 譬如我講說某軍是三級體狀元 笨疾昂糕加猛爛,是不是呢 多精警啊 所以這些是廣東是最全神的 嗯 但是我們在廣東最厲害的就是廣州的女人說粗口 嗯 如果你遇到廣州妹,你千萬不要跟她鬥,你會輸給她的 嗯 她們從小就當唱歌的女人 那些是自己人才說的 那些是自己人才說的 那些是開政治局常委的會議 是啊,她都是自己人來的嘛 你聽朋友聊天,你聽到她們互相問候你娘一定是老友來的 是 你沒理由說,生息一班朋友呢,你這樣說話的嘛 是 所以我們大家,你有社會經驗的聽 哦,這一台呢,是自己人來的 嗯 但是那個博士哥在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有紀錄的哦 就是我們用廣東話說回,就是我屌你老母三十天 就是三十天,你屌我老母三十天,我現在屌你老母三十天 不公平 很正常的,因為你那個是口頭語來的嘛 不是那麼大不了而已嘛 那你知道大家出身都是市井出身 是不是 就是說叫做,大家不講字這樣解釋,大家就講咯 以前我這些銀行家在華人的銀行家幾次開會 下萬講粗口的,嗯 要吓完一糧就收工了,哈哈哈 真是的,不是開玩笑的,在行上最文名就是永恆的老闆曾永康 嗯 那他講粗口就當唱歌這樣嘛 嗯 我和他又很精静的,和他在一起,大家鬥講粗口 那接著找幾個美女在道路次找個美女,那些美女又會講粗口 喂,那那一晚就很熱鬧的了,我朋友都笑了 特別是白燕,講粗口最好聽的 是啊 看得出了,白燕姐這麼漂亮,白燕姐這麼漂亮,有這麼斯文 就是那個銀幕上的形象 不會的,他是很精靜的,講粗口 特別講一些色情故事,白燕 是啊 梁醒波講粗口又很過癮的 波叔,波叔講粗口我沒聽過 是啊,很幽默的 哈哈 是啊,現在你那時候陰陰講粗口是厲害的 嗯 另外我知道夏萍是最好東西的,講粗口 嗯 又是唱歌,那男人不夠夏萍姐講粗口,夏萍死了啦 是啊 很厲害的,夏萍講粗口,那時候我用手找她跟我做一個節目 早十年前她還沒過生 嗯 是啊 現在講粗口,講得厲害的女人不多的 有個玉女歌星是講粗口的 嗯 詩小姐非要講名了,當然不講名了 是啊 那我們在YouTube視頻都聽到有個李小姐都講粗口的 哈哈 香港小姐是不是,大家現在上YouTube聽到 那段我聽過 是啊 很過癮的 哈哈哈哈 是啊,很過癮的 這件事呢 可以講一下,當時說都整個二十幾年前 是啊 有人勾到她的線啊 是啊 勾到她的線啊 是啊 嘩她粗口真是排山倒海啊 真是 未夠班的,就是叫聽得客咯 聽得客咯 因為她都未懂得講到 吊實L軍 是 你這傻樣,信不信我把你這奔舟打個列啊 哈哈 她未去到這一課那個階層 即她的形容詞呢 未去到高級的 都是入門級的,L小姐 是 有高級的美女說粗口很厲害的,特別在台灣 嗯 她在台灣酒家裡說粗口很動聽的 哦,ok 是啊 阿博士,你可不可以教我們怎麼說粗口很文雅呢 我的粗口算文雅的了 隨口說而已,沒有特別用詞的 但是在某種時間之下,譬如說 我吊了一傻,他說我講錯了 我當吊錯了,拔出來吧,這些就正經了 哈哈哈哈 那些是深奧的學問來的 是 有些人說你這傻樣口說實際春代大 比史曼出東西快,這些不是很好聽呢 是吧 形容那些傻傻,是吧 是 是 不是,粗口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來的 在美國有十幾間大學呢 有一科的 是Depalma的文憑出 就是粗口是一個很深奧的學問來的 嗯 哪個時間講怎樣講 某個情節你要怎樣講的一個學問來的 嗯 他是加重語氣的 特別在那個分政界呢 你不說粗口呢,就鎮不了牆的 啊,最出名的巴頓將軍 是啊 他句句有粗口的 是啊 是啊 他那篇演說的時候,如果你有看巴頓那部戲 就是一開始他就出來講那段東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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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班仆街啊 這班什麼人全部的 是啊,正常的,正常的 正常的 說那個是很有藝術的 他令到人呢,是很有親切感的 講錯講得好 他不一定人心攻擊的嘛 他形容某件事的 就是等於啊,詹培中 形容某個李議員四方欺 是否很精靜呢 就是你的臭什麼都不對的 不是啊 據我所知,他是傳述某軍講的 是嗎 他說那個人這樣講 是啊 這個人四方欺,你什麼都不對的 是嗎 是不是很搞笑呢 這些是屬於是可以連日在粗口大全的 黃尖都不錯的 但是黃尖講的粗口形容呢 不夠大氣的 嗯 比較都是鬼鬼祟祟啦 嗯 黃尖都粗口上不了大桌的 嗯 不夠力啦 嗯 不夠力啦 是 來英文有一個科目叫做 Bochitology 博士教我們將來開一堂 教我們怎麼講 好聽的粗口 有氣勢的粗口 是啊,另類的 比如你叫大學教授講粗口 講不到我們那種神文的嘛 嗯 他講不到的 因為他那個生活的背景各方面去不到的 你知道他講不到的 嗯 嗯 等於現在你做戲行做話劇 你說那個口白呢 很難說得漂亮的 對不對 嗯 講對白很難說得漂亮 最難說得好的 講到有情感的就不容易啊 唱就容易啊 對吧 你說過男女間的情侶那些古裝劇的對話呢 是很難說得好的 特別意大利歌劇那些啦 是的 對不對 那些真的要有功夫的 不是說人說你就說的嘛 哈哈哈 你背台詞就死了 對不對 是 另類的另類的另類的 講口白真是另類的 嗯 嗯 那博士這個聽下去真的聽出意猶啊 我們講回這個國際大事啦 國際大事就說博士現在怎麼看美國的總統選舉啊 差不多到終點了 嗯 我看都有很多變化 但是如果根據他們 美國的文化呢 我相信 呃 女人做總統的機會多 嗯 因為我金主賣那邊嘛 嗯 他的選舉都是在背後很多交易的 對嗎 嗯 嗯 阿針哥呢就是弱了的 一埋到身他們那邊是 還有現在那些科技呢 他們還有很多辦法呢 他做到個選情出來的 台長 嗯 甚至被人抽情到 他這次再做呢 他就有方法保留的了 嗯 所以民主黨會贏 我個人看啦 就是如果你說要我賭sideback的 那麽啊 倫敦不知道有沒有開盤啦 有啊倫敦一定開盤啊 有開盤我也買黑會贏啊 啊 你有消息一下啦 下個節目我們可以投注一點啦 是啊 是吧 贏一些錢啊 就今天就中國隊就會對澳洲隊啦 那大家如果想賺一下錢呢 就今晚可以下下注 你說足球嘛 是啊 世界盃啊 我來賽啊 還有和威賽打什麼 他就淘汰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有時間打 有時間打 大家有時間下注 那就是有國足沒有窮人啊 OK 如果我個人估計呢 澳洲起碼有三球 這次不敢直播啊 這次不敢直播啊 今晚幾點鐘打啊 今晚 待會去查一下才知道啊 你可能你都打算下注吧 下注啊 我就買3比1 3比0 4比1 5比1 賣波淡咯 是吧 好分啊 是吧 是 整得下來了 就是這個以色列和伊朗 這場的可能觸發 第三、二次世界大戰呢 就現在伊朗 暫時只有一個港字 但是以色列那邊就實雅實似了 這個內塔尼亞湖呢 真的要將這個哈馬斯和震主黨清場啊 訴場啊 不是他個人的事的 這個是整個以色列的國策來的 即是既然間已經有這個勢了 他就趁機做完那些首尾咯 他們那些猶太人性格都是一了八了的 即是不會跟你拖拖拖拖拖的 是吧 不會說天天出來抗議啊 天天反對啊 搞什麼大堆無謂的東西 沒有行動的嘛 你見他有沒有說些無謂的東西 是啊 沒有的 他猶太民族的那種文化 一直沒有的 他一忍起來 一就去到盡 總 είναι一拓一拓的 是吧 他們犧伴了的 在二千年來 他不是先去生存 gera 那種人有些人而 essa的 所以他们是很决定,还有最重要是他有个美国大哥真是撑他墙的嘛 也可以说在暗中来说是美国叫他做的 另外我看在中东,在顺利派的人都希望他做的 伊朗出了个警告,就是不要让以色列的飞机越过沙特阿拉伯的领导 攻击伊朗,那不是伊斯兰的全部反对以色列的 不是啊不是啊,很多是想伊朗死的 是啊有些人把口说你们不要,其实是想你叫人家打多些 这个世界很耽误的,因为伊朗在早十年八年 他很多事情犯了重贞嘛,快出轨了很多事情犯了重贞 这个都是一个因果问题来的,是吧 但是博士,如果你看现在世界这么多场的战争 俄乌战争啦,这个中东的战争啦 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到一个和平的阶段呢? 没有得和的喔,世界没有人想和平喔 现在反而我担心肥仔金带头搞一件事喔 嗯 肥仔金啊 反而那些人没有留意这方面啊 金仔啊 为什么他会带头呢?他有什么着促呢? 俄罗斯大佬叫他开拳,开多个战场喔 俄罗斯大佬叫他开拳,开多个战场喔 嗯,是不是? 俄罗斯最能力的啦 他无论那时候,怎么整个股我们中国 怎么整了日本来打中国 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打中国的,你记不记得?嗯 你看看历史啊 你看看日本本身的国史啊 在内部啊,完全没有想过打中国的 是在俄罗斯暗杀了他们的首相嘛 在中国境内,乘机这样来打的嘛 俄罗斯就减轻了他一日得联盟嘛 嗯 那个动机,知道吗? 所以他很担心的,所以他有人来,他金是什么所谓的? 他怎么跟你赌一局嘛 可能再说数了,对不对?嗯 那些辣名一条的,肥一金 他们死多少人,他无所谓的? 是啊 他死多少人,他继续做皇帝也无所谓的 他一样有好处的 是吧?你死了半人,他还负担轻了 不用养那么多人 是啊,所以大家要少点心 他们那些人的思想想事情是不同的 嗯 真的 你留意啊,肥仔在走路的姿势 你看到他是那类人的 大家留心,有些人不懂得看啦 嗯 他不能考虑你那些人的 只要他出了位,他保持他那个王朝在那裡 跟着俄罗斯就当他兄弟 嗯 那他支持他,他就会跟你玩一局的 因为他那个赌注,他到处收水嘛 嗯 是吧?自己就减轻了人命负担 不需要那么辛苦 第二,有一筆那么大的钱收,对不对 现在世界大乱对北韩这些国家有好处的 有好处,他拿到很多好处的嘛 是不是?你乱就你乱咯 是不是?我乘机混水摸鱼 对不对?我们害怕这边 嗯 反正我个人害怕这边 嗯 不是说笑啊 所以现在韩国南韩都震了我妈王的 是不是? 那 看一下我们中方的态度怎么样啦 但是中方未必禁得到肥仔啊 看这半年来的变化 因为肥仔今次跟普京做了个结拜兄弟那样嘛 是啊 是啊 那博士不知道你就不留意到香港现在上映一套电影叫做《志愿军》 陈凯歌拍的 那现在歌不断歌颂这个 就是志愿军参加这个韩前 其实是不是有少少讽刺呢? 嗯 他们不拍这些东西有什么好拍呢? 嗯 正义正确嘛 嗯 那就叫你的中小学生去看咯 派票 是不是? 那你看到他们的观念的思维呢 是落后了整个世纪的嘛 嗯 那你没办法的 你的那个国运去到这儿 那你都不需要评论他啊 嗯 那些人喜欢旺钩你就要旺钩咯 他喜欢笨疾就有个笨疾咯 不跟我们的事的 是 是 是 博士有点时间呢 就想想问你一个佛学的问题了 好啊 博士 那其实这个世界有没有极乐世界的呢? 在佛经有 在原始佛经就没有啊 要分开来说 在汉土的佛经 和西藏的佛教呢是有的 西方极乐世界嘛 嗯 那我们跟回那个年时代去追溯呢 是抄耶稣教的理论过来的 那也是耶稣当年呢 是拿了那个信仰Yoga那个部分呢 是变了安一个天堂在那儿 就算了 因为西方的文明呢 未开发 他想着耶稣认为呢 太过深恶的佛教教义呢 那些人接受不了 那整个天堂 你信仰呢 就有得天堂去了 当年耶稣在我们西域学佛那时候 就是耶稣失踪之迷啊 我是看到文献呢这样说的 耶稣有十几年呢 在北印度那里寺庙的 就拿了现在的信仰Yoga那部分出来呢 开演这个基督教 就是你信就行了 那到后期我们在明朝 早期 在宋朝后呢 就开了个淨土宗 淨土宗呢 就是有支持这个基督教了 你只要信仰我阿摩弥陀佛存在呢 就是我西方极乐世界淨土 那你属于宗教的信仰问题 那是合一部分人用的 所以在台湾的信仰法师呢 他都有公开讲过 也都在他的制作都写过 淨土宗呢 是合普罗大众用的 他又不懂字 又不懂看经典 他又想过心安 他又希望真的 这一世呢 又这么辛苦了 人生又苦了 原来我死后呢 有个极乐世界淨土去 那就安心咯 但不是佛教究竟的终点来的嘛 佛教在佛祖讲呢 没有讲死后世界是怎样的 有没有讲有个西方世界给你去的 是只是说呢 你烦恼止息 你的业力呢 不起相应 你可以解脱了轮回束缚 不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了 究竟是怎样呢 在佛祖没有讲的啊 没有讲人死后怎样的 因为告诉你听 你都信不信 解决不了你的疑惑的嘛 但是我们只不过说在历史上 我们根据 呃 呃 原流来看呢 从来没有人去讲过 上天堂的过程 又从来没有人去讲过 他去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过程是怎样去 没有啊 你是信以不信的 这个是信仰问题来的 如果你说在高层次的哲学家来看呢 你只是凭个信字呢 不能够究竟的嘛 你心中还有个迷的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人不适宜用这个层次的理论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特别去否定他 是他的缘分咯 是他的缘分咯 是他的缘分的问题 是他个人信仰的缘分的问题 但是现在你 是 可不可以转转说人死如灯灭呢 这个又不对啊 这个变成断灭论啊 那你就没有了因果咯 在大宇宙的Carmen Cackset 又违反了这个因果法则 这个是很大件事的 当年他有这个在印度有个这样的派呢 就是宣传这个断灭论的 比他勃无因果 什么都敢做的 嗯 有些类似现在共产党马克思的运动政法 他不忍信神什么都不信 人死了就终结了 他就什么都做了 所以他各样的东西可以无底线 对不对 他只是但求目的 共产主义的思想 最重要的就是他是无底线 只要他的目的能够达到的话 他什么都可以做的 这个有多少古印度那时候有个中派 那个断灭的原理 没有因果嘛 不说因果 只是说目标达到 他的利益达到 所以他在党内的斗争呢 所以他在党内的斗争呢 用的手段呢 无始都是极量去残酷的嘛 无所不用其极啊 是啊 这是一个他的特色来的 嗯 他什么都不需要相信 但是如果你个人无所谓的 如果你摆到是一个有权力 去领导一个团体 或者领导一个公司 或者领导一个国家呢 就非常危险了 个人无所谓 是你个人行为而已嘛 对不对 你不能信恩果的 你就是犯法的杀人放火 是你个人的事嘛 但是领导人不应该的 领导人都起码有一个普世价值在那裡 最简单都是 其所不育蜜思人啦 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尊重平等先啦 不要说到那么深 我说说信仰恩果文化那方面啦 就是其所不育蜜思人 是不是很正常呢台长 不用说信仰不用说宗教 我听过原来远太教都是 几所不育蜜思人的 有太教啊 金句来的 是啊 他们是奉行这个几所不育蜜思的人的 这个是千古的真理来的 就是在人类世界啊 你不是动物嘛 动物就是 但是动物都不会说老虎吃个儿子 但是人类交加现在人吃人的嘛 对不对 拨领了那些器官拿去买啊 对不对 有 现在越来越多些人家越来越正 对啊 这些什么东西是所为呢 对不对 嗯 不应该是人类的行为 所以我们唯有形容那些世界呢 属于人非人的世界啦 嗯 他的行为呢 是动物形的啦 不是人类的行为来的 他只不见了人的样子而已嘛 嗯 这个有存在的嘛 在那个疏禾世代 在六道众生是正常的 有人非人的嘛 他走到出来到谋谋言 口无口仁义道德的 很多这样的人的 就是拜登而已嘛 你不想踢八点 他这么粗口而已 一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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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粗口多过你啊 他说粗口 哈哈哈 嗯 不奇怪啊 他说的 好吗 他天天面对这么多客属 就由早上吊到黑咯 哈哈哈 哈哈哈 他的姿势呢 是多机会过我说粗口的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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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正常的 真是正常的 嗯嗯嗯 嗯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 好像是吧 那博士不阻你了 那 没问题 再感谢那些网友呢 请我们喝茶 嗯 我们呢 也都是 部分钱呢 做了社会工作的 嗯 希望带来给大家的网友呢 分享我们做的好事的功德 嗯 在这个乱世呢 希望大家能够顺风顺水 少一点少忍 就不要那么大贪 或者求大富大贵 如果你有份工打呢 不会被人炒鱿鱼 你做完工程呢 收了数 已经很幸運了 嗯 哈哈哈 乱世啊大哥 你做要求这么高 是吧 是 祝福那些网友 嗯 得运兴兴隆啦 嗯 身体健康啦 裁员讲进啦 嗯 嗯 好,是这样先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啦 OK,拜拜 拜拜 最好,是什么意思 我都教你了 你这些 我就想并哪些 你这些 人家就有不知名光厂 你自己去看 那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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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